審計報告派評本港空氣污染指數長期都不達標 環境局副局長陸公衛承認當局沒有控制好路邊空氣污染情況 但有議員就質疑現時銅鑼灣、中環和旺角的三個路邊空氣監察站 提供不了足夠數據反映污染狀況 陸公衛就說不同意 我們已經有足夠的數據 給到我們的同事們 他們可以做到一些糧度和糧度是有代表性的 從一個科學解釋了 因為最惡劣的地方 我們已經觸摸到情況是怎樣 制定政策的時候 我就用這個惡劣的情況去制定政策 他透露在明年的2月 在屯門和將軍澳 就會有一個新的空氣監察站投入服務 對於議員建議參考海外指標 重新訂立空氣污染指數 陸公衛就說正執行相關措施 但不一定完全參照世衛標準 我覺得香港將會出這個制度是比較前衛的 就是innovative的 所以這件事 有可能大家看到就是 有可能是否跟歐美有些地方都不一樣 這個正正就是 為什麼我們參加了北美 特別是加拿大那個制度 這個也是專家他們看出來的 就是因為人家那個是比較有效地 是扮演到一個index的功能 就是清晰地告訴大家 給大家一些意見 大家他可以怎樣做事 當局又表示會考慮 加建流動的空氣監察站 香港歡頻地視記者陳榮山報導